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半小时 绰绰有余 到达这个莫干山裸心谷 是可以看到这地方有一座豪华的养生中心 兼木马自然保护区 占地有六十英亩 坐落于一个私人的山谷当中 四周环绕着大型的水库 翠竹 查宁 以及一些小的村庄 那裸心谷实际上是由裸心谷酒店集团来清新打造的 提倡远离成销的这个纷繁困扰 回归生命的纯净状态 裸心理念核心是设计建造和管理生态度假村 实现环境 社会和经济三者的持续发展 在这儿你会感受到心灵的洁净 那整个度假村实际上是有一百二十一间客房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容量应该还是可以的 尤其从上海过去的客员 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 那这里面用餐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八十个座位 有这个非洲和亚洲风格结合的Kikaboni餐厅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裸心谷的投资人是来自非洲的 所以在这儿还有一个八百平米的会议中心 到这儿开会是不错的 当然还有三个户外泳池 山地自行车道 登山道 以及有机龙庄 在这里可以享受自然风景 当地的野生动植物 以及清新的山野空气 度假村内还有一个养生水疗中心 在主隐婆娑下更显宁静安密 裸心小馆是为这个商务旅客而设 在这里当然主要是品茶 安吉这个地方或者说墨干山这个地方的白茶是相当有名的 那这是餐饮喝茶的地方 那三十栋树顶别墅呢 采用富士设计 那豪华的双卧室 三卧室 四卧室的这种套房选择 所以可以约上三级好友一起去这个墨干山 去放松心灵 这个是客房的状况 这是浴缸 带按摩的浴缸 那你从这儿望出去 浴浴冲冲 相当的美丽 欢迎夏天到墨干山避暑 到洛新谷游玩 浴缸